好的,这个非常高兴有机会到博鳌21世纪论坛跟大家讨论房地产的问题 看到这个题目大家就知道大概我说什么意思 很抱歉啊,在这个盛宴当中天上掉下一堆鸟粪 这个鸟粪悲观的观点就是我来提出来 因为我基本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的观点非常悲观 我们来看一下 我知道诸位充满了自负、自信、骄傲、狂妄 但是中国的经济的好日子看起来已经到头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对宏观调控,你应该悲观一点 那么第一个就是目前全球经济 我就不去说它 唯一值得信任的是美国 货币当中唯一值得信任的是美元 未来也许会有其他国家 比如说澳元、家元也会比较重要 但目前为止在全球货币竞争中美元胜出 在次贷危机之后 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是最为稳定的 在我们中国国内呢 在我们中国国内的情况是 2009年四个季度的增长分别是六八九十 所以全年增长八点七 今年四个季度最好的一个季度已经过去 包括房地产行业 包括宏观经济 最好一个季度就是我们的第一季度 接下来的二三四三个季度 如果宏观调控没有明显的放松 宏观经济将逐步滑坡 我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将逐步缓解 这是我们对今年的宏观调控的看法 也就是全年经济增长大约九点三九点四 比先前预估的要低得多 那么对房地产行业呢 对房地产行业的看法 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没有继续的加码降量 那么有可能在国庆前后 商品房新房的销售会温和的转暖 但是我们看的是十年 所以如果我们看过去十年跟将来十年 房地产行业目前已经处于巅峰 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 顺激而衰 包括中国经济 中国的人民币汇率 中国的社会稳定等多方面 我们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而我并不确信中国政府能够完成这些挑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这么悲观的一个理由 那么第一点就是 我们看中国经济增长本身 房地产行业永远都是依托经济增长而增长的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 中国经济将继续是一个奇迹 因为在过去三十年它是个奇迹 所以2015年我们的人均GDP将超过五千美元 2020年我们将超过一万美元 2025到2030年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面临挑战 什么挑战呢 目前中国经济的规模大概五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 中国以百分之二十的地球人口 耗用了全球百分之三十的资源 提供了全球百分之十的商品和服务 全球的资源越向中国集中 全球经济增长的质量就越糟糕 因为中国在其中的经济增长的质量 是最差的 全球目前每年消耗的大约一百一十亿吨 标准煤当中 中国消耗其中的大约三十六亿吨 钢材 中国每年年产钢材五亿吨 而日本每年仅仅生产五千万吨 美国仅仅六千万吨 全球钢铁铁矿石 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为中国所消耗 化肥 全球产量一点六五亿吨 而中国居然每年消耗掉 六千多万吨 也就是以百分之七的耕地 消耗全球百分之三十五的化肥 如果维持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 既有的速度和轨迹 那么在二零二零年前后 当中国经济规模到到 十四万亿美元左右的时候 全球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的资源 都被中国消耗掉 请问发达国家容许吗 因此必须做出改变 中国的改变是 在未来十年之内 我们必须以百分之十八的人口 耗用全球百分之三十六的资源 提供全球百分之十八的商品和服务 也就意味着 我们全要素生产水平 在目前的水平之上 必须至少改善一倍 这非常困难 第二个货币 刚才金言士博士介绍了 由于货币现象引起的房地产的运动 到最后房价其实也是一个货币现象 那么为什么两者出现了这么截然不一样的判断呢 那是因为金言士博士认为 中国的发超的速度是可以持续的 而我坚决不认为发超的速度可以延续 目前以中国和美国相比 中国的实体经济的规模 大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人民币比美元更可靠吗 我们得看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的联邦储备体系 比较的关系 目前广义货币在中国是66万亿人民币 也就相当于10亿美元 而美联储仅仅是9.8万亿美元 中国流通中现金 一季度出的时候 大概4万亿现在微幅的有所收缩 大概3.8万亿 美国流通中现金9013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总负债24万亿人民币 美国美联储总负债2.3万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自由资金221亿人民币 美联储自由资金440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拥有600吨黄金 而美联储8000多吨 你认为中国仅仅以三分之一的实体经济 目前发钞的总的规模 折合成美元就已经和美国接近 你认为这种发钞速度能不能延续 如果能延续 我们再看一下 到2020年左右 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负债规模 将超过100万亿 也就超过GDP的百分之百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 这种超量的货币发行会能够持续下去 货币政策必须做出调整 否则 人民币对外升值 对内贬值的态势 就必然导致 汇率方面 国际收支方面 外汇储备方面的重大的挑战 我们已经习惯了 在金融意志的角度下 靠廉价的货币政策 来推动经济增长 未来不能了 最多十年 第三个城市化 有很多人说 中国在农村有广袤的人口 在城市也有非常多的新增人口 将要出现 我们不妨把城市化和人口 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介绍 目前关于中国的人口 有多种不同的版本 一种版本认为 2020年中国出现人口的顶峰 其他的版本是 2030年2033年2050年 最悲观的估计认为 中国的人口的峰值 将不超过14亿人 最乐观的估计认为 中国最多的人口的峰值 将超过16.5亿人 目前的官方数字是 大约2033年 我们的人口达到14.5到14.6亿 请问 中国未来的人口增长会怎么样 有没有一个靠谱一点的数据 到底是2020年 我们达到人口的巅峰 还是2050年 到底是14亿还是16亿 城市化率是一样的 官方的数字48% 我们一般研究认为43% 但是国外业学者认为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70% 当然后面最后一种研究 有点夸大其词 但不管怎么样 也许我们高估了 从农村向城市可以转移的人口的规模 也高估了这些 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 对商品房的承受能力 所以从人口 从城市化这两个角度来说 也并不支持房地产行业产生 像过去十年一样的辉煌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房地产行业在过去十年 经历了一些伟大的历史时刻 1988年我们有 1998年我们有商品房了 2007年房地产行业达到了 同比增速的最快 大概是 土地储备增速在07年达到巅峰 10亿平米土地储备 2009年有可能商品房及二手房销售 也达到巅峰 大概7.5万亿人民币 在未来的两年之内 再建面积有可能达到巅峰 也就是不超过30亿平米 因此 我们总结一下 在过去的十年 中国经济走一步 中国的投资就走了两步 而中国的房地产走了三步 考虑到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有重大挑战 难以持续 考虑到中国的货币化的进程发烧速度极其泛滥 难以持续 考虑到人口的增长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以及城市化进程 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 完全没有改革的意愿 当一个政府关注几个月经济数据变化 却不关注几十年中长期发展战略的时候 这个政府是真要命的 综合这些因素 我不认为房地产在未来十年还能获得非常长足的明显的发展 巅峰已经过去了 我们评论中国经济的未来十年以及房地产的十年 我的结论是 在年内国庆前后有可能温和复苏 仅仅就房地产价格而言 大的都市圈 如金言士博士所讲 还有比较大的空间 但是作为一个行业 未来两到五年 平稳增长 未来五到十年 中性趋悲观 对中国经济 中国房地产 以及中国政府的智能能力 十年以上的观点 我都持绝对悲观的态度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